布林肯还没来 沙特就宣布 要减产油 每个月少100万桶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 违逆美国 美国希望他降低油价 但他这样一做会升高油价 同时就刚刚见了 维内瑞拉领导人 美国的敌人的概念 不止如此 还有个敌人叫伊朗 也是在布林肯来之前 伊朗驻沙特的使馆 关闭7年又重开 然后你就看到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什么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对话 坦率公开 那你如果说常看这些国际文件 介大使最懂 对不对 好像缺少一些关键词 什么 比方有建设性的 坦率公开什么意思 公开当然不用讲 双方都公开 坦率就是说 你讲出来了 我也讲出来了 我们没有隐瞒 但是建设性在哪里 好像没有这个关键词 主题涉及国安 油价 人权 人权 还有苏丹等等 那布林肯据说 像这个莫罕默德强调 这是在国务院的官网上写着 美沙关系 因为人权状况 而有所强化 但是沙特的声明 超简单 王竹跟布林肯 见面 没了 这个基大使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光看这个现场的布置 没有美国国企 那委内瑞拉总统为什么有委内瑞拉国企呢 那这些就是我们外交常常讲的形式就代表实质 我们常用形式在表达出那个气氛 表达出立场 表达出态度 表达出这种情感 都是用形式的 那外交的谈判应该是所谓的 美国人说最好外交上是poker face 就是没有表情 脸上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你的喜怒哀乐 所以谈判者的话常常就是说 到最后就是一个poker face 太多表情动作会被人家看出破绽 内心的这种想法会被人家看出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不要被人家读出来 可是呢 然后讲话有的时候呢 所以介大使你怎么看 事实上我们看到有这个 中东的这个CN支撑的半岛电视台 还特别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报道 其实全世界都在引用 因为它的标题实在是太鲜明了 再见美国 再见美国也就罢了 后面还有一个对照组 叫做你好中国 一定要这样吗 这叫做二度伤害是不是 说中东的执政者更倾向于北京 而不是华盛顿 他基本上他这样就是说标题 他里面的内容有相当多的解释 为什么做这个标题 他就基本上美国现在国力已经衰退 而且他事实上在实质撤出中东地区 那尤其在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 阿富汗撤出以后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时代 已经选 已经结束 那美国本身的战略也在撤退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的崛起呢 又给了这个中东很多发展的机会 那这些不但是市场的机会 中国大陆 对于这个中东地方 不管在基建 还有中东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外销产品 还是原油 中国大陆是沙特第一大市场 所以他给 他基本上就是 为什么你好中国 就是沙特有终于有了一个选择 过去他只有 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美国 受了很多委屈 受了很多 现在美国走了 然后呢 中国崛起了 所以他就要跟中国 但现在他要再见美国 但是美国不想跟他再见 是吗 对美国不想再见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也 这篇文章也写了 为什么要跟美国再见 就是说 他的民调是认为 80%的中东地区老百姓 都认为 中东的乱源 就是美国 乱源就是美国 他就是直接解的 非常乱源就是美国 对 那过去就是说 择于美国的盈威 跟美国的经济实力 那么他们是敢怒不敢言 只好跟美国 虚仪为夷 这么多年 那现在美国实力下降 美国要撤出了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希望 把美国的势力 再进一步 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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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清算 那你怎么看待沙特 他的企图心 我跟你说 他跟伊朗和解 那他又接待了 这个委内瑞拉 也跟这个美国的关系 非常坏 然后他现在又 这个启动了去美元 跟中国大陆关系很好等等 他是想把美国的势力 完全赶出去吗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我认为 他是抓到一个历史机遇 美国终于离开了 然后他们终于可以 自己来处理 自己区域的事物了 所以他第一个化解了 化解了他的树敌 跟沙烏地亚拉 不跟伊朗 立刻很快的就改善关系 我记得是五月初 才在北京才握手的 然后到了昨天 到了七号 沙烏地亚拉伯在 这个六号 沙烏地亚拉伯在 伊朗在沙特的这个 大使馆重新开放 而且就在布林肯来的 就在重新来的那天 这个时间有点故意 然后再把美国的 最大的敌人 在拉美最大的敌人 委内瑞拉总统 请来沙特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宣布 减产一百万桶 而且跟伊朗还要建立 海军联盟 还要建立海军联盟 结果这篇文章 写得蛮有趣的 他说这些显示 这个沙热曼王储 对美国束中子 你知道束中子的意思吗 他也说大部分的中东地区的 国家跟人民 对于沙特曼这种 对美国束中子的举动 都感觉很支持 所以都支持 中子束得好 那这个布林肯 之前这个苏利本也来了 讲这个铁路的问题 然后隔不到一个月 这个布林肯也来了 他来能够挽回什么吗 基本上美国现在已经拿不出 实质的真金白银 那因为从这个 事实上双边的贸易来讲的话 过去20年 美国的这个对沙特曼 对整个中东地区的贸易 大概是将近700亿 增加到950亿 20年增加了大概100多亿 中国大陆从150亿 增加到2800亿 这20年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 跟中东的贸易量是2900 大概2900亿美元 一年到2022年 那美国只有950亿 你想想看 这个光这个贸易量来讲 美国怎么回过头来 再跟中国大陆 在中东的力量抗衡 拿不出真金白银 但是可以恐吓威胁 人权是不是 对现在就靠恐吓威胁了 美国现在在国际上 要维持地位 就赤裸裸的 像刚刚华春莹讲的 他就是拿拳头了 就表示说 你们还是要小心 我还是有拳头 然后跟沙烏地 阿拉伯讲人权 基本上我认为 就是警告沙烏地 就是说 人权是我干涉你内政 任何国家 他都有权干涉 他要干涉你内政的时候 都不会说 看你不顺眼 或者说你该打 都是说你内部 有人权问题 那所以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美国 这个我觉得 基本上还是一种 就是一种威胁 赤裸裸的跟这个沙烏曼 王储表示说你还是小心 我可以用人权的方式 我可以做做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其实沙烏曼也做了很多 这个预防性的措施 他基本上他把区域的敌人 他都先化解了 那另外一方面 他又引进了中国的力量 然后军事力量 过去他的军武都是 沙烏地阿拉伯 长期是美国的武器的 第一大买家 那现在他转移了 上一次在这个 在这个一次 这个军武战略 当场下单45亿美金 后来还用了 也还说中国大陆的激光设备 在这个战场上 使用效果非常好 那买了很多 包括这个无人机 那最近也有谣传 因为这个要主行新海军联盟 就是说有九国 包括沙烏地跟伊朗 听说要众议中国大陆的 新式的舰艇 军事舰艇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 一方面跟美国 清算美国的力量 一方面他很快速 组建自己的新联盟 所以我觉得 这个所谓的这种 游牧民主 事实上在这个 对外的这个纵横百合上面 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而且非常非常有计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